大家好 今天我和大家一起读本好书 布莱恩·汪兴克的《虾吃》 布莱恩·汪兴克是美国农业部营养政策与推广中心执行董事 他编著的《虾吃》一书 用大量的文字唤醒了我们对吃的意识 吃多少、吃什么以及为什么吃 彻底改变你对下一餐的看法 让我们对吃做出更明智、更健康的决定 通过学习本书 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盘子的大小和周围的人会让你吃得过多 虾吃使我们了解到各种通常会引起潜意识的因素 这些因素会影响我们吃什么、吃多少 以及我们是否喜欢我们吃的食物 正如你将学到的 事实比我们简单的想法 比如吃我们想要吃的东西 直到吃饱为止要复杂得多 在书中 你会了解到不停的进食 对我们的健康的严重影响 以及一些可以帮助你吃适量的食物的方法 你还将了解到营销人员用来使你对无味的食物垂前三尺的技巧 以及一些可以帮助你对饮食进行积极改变 受益终身的简单技巧 接下来我们跟随本书先来了解一下是什么影响了我们的饮食 首先 餐馆和营销人员可以使用各种技巧来影响我们的饮食 当你选择要购买的食品时 你是否认为营销和广告对你没有影响 你可能会想 当然 其他人可能会被那些诱人的广告吸引 但是我不会 不止你自己这样想 几乎每个人都认为他们不会受到营销广告的影响 但事实证明 在食品方面 有些营销技巧对每个人都有效 首先 良好的营销可以使食品看起来更具吸引力 例如 事实证明 与使用无聊的名称相比 在餐厅菜单上的菜肴名称前 添加正面描述性形容词 会产生更多的营销额和更高的客户满意度 在一个实验中 一家餐厅两次提供相同的菜单 但相同的菜肴使用不同的名称 例如 海鲜鱼片变成多汁的意大利海鲜鱼片 过了一个星期后 实验发现 尽管菜的制作方法完全相同 看过描述性更强菜名的顾客 感觉菜的名字让他觉得这道菜更美味 总体上对餐馆的感觉也更好 其次 品牌行销也会影响我们对食物的认知 例如 我们经常认为 可口可乐或本杰里等知名品牌的口味 会比一般替代品更好 这种潜意识的印象非常强大 尽管盲目测试表明 我们认为品牌和通用产品之间没有区别 但我们仍然愿意为该品牌付出更多 最后 我们进餐时 还会受到灯光 音乐 温度和装潢等因素的影响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吃饭的气氛 相比起 慢速音乐和昏暗或自然光 在灯光明亮且音乐节奏快的环境下 我们吃得更快 但是 我们可以操纵影响食欲的潜意识因素 以使自己受益 就像你看到的 在食物表面 你的选择会因为描述性形容词等一些东西 在潜意识层面上受到影响 例如 多汁菜肴的味道比普通菜肴好 营销人员可以利用这一事实 来影响我们的食物选择 但幸运的是 我们也可以利用自己的一些潜意识 来减少饮食 例如 如果我们想少吃些食物来减肥 我们可以自己欺骗自己 认为我们在一顿饭中消耗的卡路里 比十几多 但是决定我们 饭后饱腹感的是我们的眼睛 而不是胃 比如 如果一顿饭看起来很多 即使它所含的卡路里相对较少 我们也会在吃完后感到饱 有了这些知识 我们就可以在饮食中 添加很多低热量的装饰性食品 以使它们看起来足够多 足以满足我们的需求 同时摄取少量的卡路里 使我们的潜意识减少进食的另一种方法 是通过改变我们确定就餐食饱的方式 这个饱和点也不是由我们的胃决定的 而是由我们周围的社会和环境暗示决定的 我们通常会不加思索地 确定我们何时吃饱 例如 如果你看电影的时候 腿上放着一桶爆米花 你可能不会考虑自己是否真的饿了 但是会遵循看电影时惯用的暗示 也就是说不断吃点东西 幸运的是 如果我们知道这些暗示 则可以将其变为我们自己的利益 例如 在电影环境中 你可以携带一小分爆米花 而不是整袋 这样一来 一旦吃完就不得不强迫自己停止进食 影响饮食的第二个因素是 分量大小和索用盘子都会让你 务实超出需要分量的食物 正如我们之前了解的 我们的潜意识在决定我们吃多少中 起了很大的作用 影响我们进食的最明显 最容易调整的因素 也许就是我们所吃食物的呈现方式 很简单 提供给我们的食物越多或者盘子越大 那么我们吃的也就越多 比如下面这个实验 在实验中 给电影观众一份中筒或大筒的爆米花 重点是故意将这两种尺寸都做大了 大到观众通常不可能全部吃完 此外 筒里装满了五天前的爆米花 使得爆米花不那么吸引人 结果呢 即使两个装爆米花的筒都装了太多的爆米花 不可能被吃完 但是拿到大筒爆米花的人的确吃得更多 那么我们如何利用这些知识呢 首先 重要的是 要知道我们主要依靠视觉提示来决定吃多少 这意味着我们的食欲会受到错觉的影响 特别是与盘子大小有关的错觉 例如 如果你将两份大小相同的食物 放在两个不同大小的盘子上 则较大的盘子上的食物 看起来会更少 这意味着你吃完后 不会感到满足 为什么 较大的盘子上的食物 周围的空白区域 会造成食物较少的错觉 餐馆当然知道这一点 并且偶尔会故意使用大盘子来欺骗你 使你以为自己吃的东西少 所以要再点一道菜 因此 下次你想用晚餐时 请尝试以下实验 将两份相同的食物 分别放在大小不同的盘子里 然后看着吃哪个容易先饿 第三 我们根据社交暗示 来告诉自己何止停止进食 而不是听从我们的身体 人体具有多种多样的复杂方式 来传达它的状态 例如 我们吃了一些危险的东西 我们会恶心 如果我们受到了伤害 我们会感到疼痛 不幸的是 在饮食方面 饱腹感的提示不足 会导致我们吃更多的食物 为什么 因为停止进食 这个提示到达我们大脑时间太长 实际上 我们的消化系统 大约需要20分钟 才能告知大脑 我们已经吃饱了 20分钟之内 可能会发生很多事情 想象一下 在这段时间内 你可以消耗多少苏打水 或额外的饼干 当然 如果我们慢慢进食 这不会是一个大问题 但是我们不会 实际上 美国人平均在短短11分钟之内 就吃完了午餐 如果你的速度同样快 那么你的身体甚至都没有机会 让你知道它已经饱了 所以 如果我们的身体 不能决定我们吃多少 那什么可以呢 答案是 社交暗示 我们依靠它来告诉我们 何时该停止进食了 例如 我们经常一直吃饭 直到餐桌上的最后一个人 吃完饭为止 如果我们完成了第一次进餐 并发现其他人 仍在吃饭 那么我们通常会寻求第二次 甚至是第三次进餐 直到所有人都吃完为止 因此 如果你吃得很快 你可能最终会吃掉 比实际需要的更多的食物 尽管确切的社交提示因人而异 但他们倾向于遵循 刚提到的例子中的模式 因此 下次你与一群人共进晚餐时 请尝试一下这个实验 成为最后一位开始用餐的人 并故意将自己设定为 你们中最慢的人 你会去取第二份餐吗 可能不会 第四 我们无法判断分量会导致暴饮暴食 你上次查看600毫升可乐瓶的建议饮用量 是什么时候 你可能永远不会查看 因为你认为一小瓶等于一份 对吗 这种意识是不对的 一个600毫升的瓶子实际上包含2.5份 但你可能从来没有意识到 总是高兴地将它一口喝完 这只是我们根据包装 而不是营养标签 衡量分量大小的一个例子 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 基本上 我们不会考虑包含0.5或3.5份食品的包装 我们的大脑更容易将包装 视为一个整体的独立食品单元 因此 即使你喝掉600毫升可乐中的一半 极多于一份 你仍然会觉得自己没喝完 在我们的超时文化中 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进化使我们的大脑 倾向于选择简单便捷的食物 我们一直想吃最少的食物 来获取最多的卡路里 这意味着 比如 只要买一大袋麦当劳 就能以更少的钱 为我们提供更多的食物 我们很乐意这样做 如今 超级市场到处都是家庭装的大批食物 几乎每种食物都可以找得到 但是 尽管我们认为这些大包装物有所值 但它们实际上正在促进不健康的饮食习惯 例如 当我们购买家庭装的意大利面等食品时 由于我们的大脑不能理解分量 所以我们最后会吃得更多 而且 当我们做更多的事情时 我们也会吃得更多 因为正如你所知 决定我们吃多少的是食物的大小 而不是我们的胃 如何来控制我们的饮食呢 首先 通过控制购买的食物和烹饪的食品 来改善整个家庭的健康状况 今天 许多父母会规定孩子看电视的次数和内容 这样做是为了鼓励孩子们积极社交 并保护他们不受不当内容的侵害 但是 还有一个重要因素 会影响家庭成员的健康 他们所食用的食物 这些食物也应该严格监管 如何做呢 例如 如果你购买小包装的食物 则可以防止暴饮暴食 因为大包装会导致更多的进食 另一种方法 是购买家庭大小的包装 但是一回到家就把它们分成小包装 诱导自己用小包装去做饭 从而减少食量 规定把什么样的食物带进厨房 是一个有效的方法 也是朝着建立更健康的方式 卖出的重要的一步 下一步就是用这种食物做饭 要做到这一点 你应该试着买各种食物 甚至是你从童年开始 就不熟悉的异国美食 一项研究表明 这为家庭提供更健康的用餐环境 尽管每顿饭不一定总是健康的 但是各种美食中存在的多种风味 逐渐帮助家庭摆脱对偏咸 高汁和高糖食品的偏爱 因此 下次披萨星期五或塔克星期二到来时 请考虑尝试新的食谱 而且如果你特别喜欢新鲜事物 为什么不参加烹饪班 或者购买新的食谱 来给你一些新鲜的想法呢 七次 适度渐进地改变饮食是长期减肥的最佳策略 你是否曾经尝试过节食 但发现自己在几周后又陷入了老习惯了 如果是这样 请不要难过 也不要认为你很失败 是是是 饮食需要对你的习惯进行根本性的改变 而根本性的改变很难坚持 那么 如何才能持久地改变饮食呢 最基本的是你需要做出适度渐进的改变 而不是大范围的明显改变 这种渐变策略的一个例子就是 列出三个清单 查看下个月的日历 写出你每天可以做的三件事 可以帮助你比平时多消耗一百卡路里 这可能要采取一些步骤 例如至少要吃与肉一样多的蔬菜 一天只能喝一瓶苏打水等等 然后检查你每天的任务完成情况 每天都尽力完成这三个目标 即使没有做到 你也会知道自己仍在朝着目标前进 这将使你保持动力 皆是失败的另一个常见原因 是饮食往往过于苛刻 需要你完全放弃自己喜欢的东西 如果你喜欢甜点和糖果 但决定完全放弃所有甜食 那么你早晚会陷入困境 相反 请考虑如何在不放弃 自己喜欢的食物情况下 克服那些有助于增加体重的习惯 一种可行的策略 是进行食物补偿 这意味着 你向自己保证 例如 如果正餐时吃沙拉 那么就可以在饭后吃甜点 这种方式比完全剥夺自己的喜好 坚持得更加持久 因此 下次考虑减肥时 请记住 乌龟和野兔的故事 不要过于追求速度 因为循序渐进 才会赢得比赛 最后一个建议是 记录用餐情况 可以帮助你减少饮食 回想一下 你最后一次 在最喜欢的意大利餐厅 吃了多少个面包 你可能从来没有数过 我们通常不会记录 我们吃了多少东西 实际上 我们通常不知道 自己吃了多少东西 我们只是基本假设 无论我们吃了多少 这大概是正确的食料 一项巧妙的实验 证实了人们对食物数量的忘却 研究人员在餐厅装配了餐桌 可以在顾客用餐时 不间断但不明显地 往他们的碗里加汤 结果呢 顾客不仅没有注意到 有什么不对劲 而且还大大超出了自身的食量 他们平均喝了 四百多毫升的汤 而正常情况下 普通碗里的汤只有二百多毫升 为什么他们吃得过多呢 如前所述 我们主要依靠视觉和社交提示 来确定何时应该停止进食 并且在没有此类提示的情况下 我们通常会进食到 我们再也吃不下去为止 那么 我们如何在吃饭时 提醒自己已经吃了多少 一句话 留些证据 试想一个实验 餐厅服务员无限量给学生 往餐桌上供应鸡吃 一些桌子上的骨头 很快被清理了 而其他桌子上用碗盛放的骨头 则没被清理 这种安排意味着 后面一组有证据证明 他们吃了多少 一堆骨头 结果 他们吃的鸡吃 比看不见的骨头那桌 少了百分之二十八 因此 下次你去自主餐厅时 请尝试保留一些证据 或记录你吃了多少东西 否则你可能会一直吃东西 直到必须回家为止 好 现在我们来对这本书的关键信息 做一个总结 尽管这似乎违反直觉 但我们对饮食习惯的控制 确实很少 营销人员和餐馆使用的隐藏手段 以及微妙的社交和视觉暗示 都会影响我们的饮食方式和数量 但是 通过关注饮食习惯 并有意识地选择饮食 我们会做出适度渐进的改变 作者提出的可行建议是 第一 使用较小的盘子 其实 我们的眼睛并不比味大 但他们常常会决定 我们每顿饭吃多少 利用这个影响因素 我们使用较小的盘子 较大的盘子上的多余空间 会使食物看上去 比实际要少得多 因此 你会吃得更多 如果用小盘子 则可以使食物看起来更多 从而使你少吃些东西 第二 不要拒绝自己喜欢的食物 导致结石很快失败的原因 是拒绝自己喜欢的食物 能够让你坚持下来的饮食 可以包括巧克力蛋糕 和油腻的汉堡 你只需要找到一种 可以接纳这些食物的适当方法 来减少卡路里的摄入 不是对冰淇淋说不 而是当午餐吃了沙拉时 对冰淇淋说是 好了 布莱恩·汪星克的虾吃 我们今天就读到这里 有点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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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减少